老爹说了要用魔法打败魔法 但这个女主他就不 他就要用科技打败魔法 被魔兽逼到角落的时候 雍兵小队的成员看不下去了 怎么能让一个柔弱的少女 陷入如此危急 他冲过去想帮忙 没想到少女就阻止了他 雍兵眼睁睁的看着柔弱的少女 骑着扫揉一脚踹飞魔兽 光刀一出 魔兽的血刺了他一脸 少女质问雍兵 你这家伙想抢我人头 雍兵目瞪口呆 问自家队长什么情况 队长说这少女会出没在魔兽横处的地方 再看她那头发色 身份都不需要猜 被人称之为狩猎掠夺公主的阿尼斯 阿尼斯的目标却成为魔法使 但他却无法使用魔法 作为公主 却成天跟着雍兵出去狩猎 被国王父亲逮到 吓得拔腿就跑 而他狩猎的狼头留在了现场 大臣看了目瞪口呆 普通的剑根本伤不到魔兽 而这就是阿尼斯提出的魔法科学 打不过就加入 国王倒是挺溺爱这个女儿 其他的大臣可就包别不一了 毕竟堂堂公主 竟然跟雍兵一样 偏偏阿尼斯又放弃了王位继承权 还开发了魔法科学一项目 他们也拿对方没办法 最多在背后说闲话 这些话被阿尼斯的弟弟亚尔听见 还攥紧了拳头 阿尼斯也并非常人 五岁的时候 他想着用魔法飞上天 结果觉醒了前世的记忆 结果先觉醒的是哈利波特的小说记忆 成天想着骑扫帚到处飞 结果成了名副骑士的扫帚杀手 女仆伊莉亚一个头两个大 却才保重身体 阿尼斯说没关系 跟她帮自己准备一下 她要去小伙伴蒂尔那里 蒂尔是一个研制药物的魔女 阿尼斯想拜托她 帮自己做出回血药 蒂尔叹气 你这完全都不是魔法师 跟隔壁马修一样 是个物理战士 不过阿尼斯的研究 是为了让大家绽放笑容 所以蒂尔也决定帮她 蒂尔作为侯爵千金 却非常喜欢研究一些奇葩药物 两人在别人眼中都是异类 不过阿尼斯无所谓 毕竟她家有弟弟可以继承家业 自己这个当姐姐的 就随便浪了 蒂尔想了想也是 听说她的亚尔 马上就要结婚了 婚姻对象还是公爵家的天才千金 阿尼斯记得这位千金 脸长得可好看了 阿尼斯嘴上说不熟 其实小时候见过对方一面 那位公爵千金尤飞 是个魔法天才 而阿尼斯正是因为看见她的魔法 才怦然心动 此时的公爵千金尤飞 是亚尔的未婚妻 但在校内 亚尔却和一个叫雷妮的少女 关系很好 雷妮身份并不高贵 父亲是因为战功受勋的男爵 常年和王子走在一起 难免遭人非议 尤飞起先觉得 王子是在关照这位平民小姐 她并没有放在心上 亚尔始终觉得 她和尤飞只是政治婚姻 不过是走个形势罢了 尤飞却认为 这些形势是必须要做的 毕竟要给外人展示 他们的关系不错 毕竟这会影响到她的前途 尤飞表示 她已经告诉过雷妮 希望两人注意分寸 然而亚尔就是不听 她觉得他们没有选择权 所以她要挑一个 自己最满意的婚约者 尤飞很聪明 听出了她的话外之意 亚尔和尤飞分开后 路过庭院 听见她姐安妮斯说了一句 她可太喜欢扫帚了 喜欢到能够放弃 王位继承权的程度 亚尔咬牙 立刻冲进了庭院内 当天晚上 安妮斯号来扫帚 决定去庭院里 好好溜两圈 结果哨首突然出现异常 一个加速 直奔学院晚宴 此时 学院内部正在举行毕业典礼 伦均看着落单的尤飞 议论纷纷 尤飞踏了口气 走进晚宴 一群人的视线落在她身上 没想到公爵小姐 竟然真的是一个人覆宴 很快 嘈杂的声音一变 亚尔这个王子 竟然邀请雷妮做舞伴餐宴 政治当众宣布 他要废除和尤飞的婚约 并且还说尤飞在校内欺负了雷妮 尤飞目瞪口呆 他就劝了雷妮几句话 怎么就称欺负了 再加上两人的婚约是政治联姻 岂能说废就废的 尤飞试图与她争辩 但她别那么冲动 谁知 亚尔上来就扣锅 说她霸凌雷妮 还试图暗杀对方 尤飞说自己根本没有做过那样的事 此时 王子身边的副官都站在雷妮那边 所有人都在指责尤飞 尤飞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亚尔竟然还让她给雷妮谢罪 所有人的视线如刀一般刺在尤飞身上 她说不出话来 狼狈地跪在地上 而就在她绝望的时候 扫帚抱走的安妮丝破窗而入 一看弟弟亚尔 护着一个不知道哪来的女生 在很跪倒在地的尤飞 安妮丝一拍额头 怪了 不是那什么婚约废除的剧情吧 既然亚尔把握不住自己的老婆 那不如让她和美女贴贴 安妮丝直接抱起尤飞 将她带离了那个令人珠惜的晚宴 并准备去找自己的父亲 弟弟不知道珍惜的宝贝 是她的了 国王老爹本来就对女儿非要开发魔法头疼 他知道自家女儿很聪明 但干的真不是人事啊 国王和大臣关系也不错 说起大臣 正是尤飞的父亲公爵来着 两人说起亚尔最近 和男学千金走得比较近的事 国王有些愧疚 毕竟这婚约是皇室拜托公爵答应的 只至下一秒 安妮丝扛了尤飞闯进了书房 国王目瞪口袋 公爵不慌不忙的喝了口茶 国王给了安妮丝一拳 不那究竟在想什么 安妮丝说 亚尔公开和尤飞解除婚约 国王不敢置信 看了一眼公爵 又看了一眼尤飞 对自己不争气的儿子 恨天不成高 尤飞似乎认为这是自己的错 还表示愿意接受惩罚 公爵和国王都摇头 想着如何处理 接下来的事 毕竟这个错明显是亚尔犯的 安妮丝一拍胸脯 让国王将尤飞交给他 他想邀请尤飞 做自己的助手 尤飞得出高兴的笑容 安妮丝心跳加速 哎呀 这个小姐姐也太漂亮了吧 国王怒火中烧 当着我的面色心大发 安妮丝咳了一声 这次的事情 不是因为亚尔当众宣布退婚 费除婚约的千金 很难再订婚 而尤飞又是整个王国的宝藏 德才兼备 又被精灵宠爱 再加上他真的超可爱的 这样的天才 怎么可能让他远嫁外国呢 公学察觉到女儿情绪低落 主动问安妮丝 所谓的助理是什么情况 安妮丝之前创造了魔法科学 但一直没有对外公开 是自己做的 而邀请尤飞作为助理 就是希望将这份名誉转给他 用来弥补王室对他的亏欠 尤飞觉得这样做 对安妮丝不公平 但安妮丝却白手 他名声不太好 这本招募不到什么可靠的助手 再加上他也想安静的研究 最重要的是 魔法科学能造福很多人 他也希望尤飞能够喜欢上 至于是喜欢魔学 公学还是他 就不好说了 公王无情的揭穿女儿 当初他放弃王位继承权时 开口第一句话就是 我不想和男人结婚 不要谈恋爱的话 他希望是女性 公王怀疑 他那个时候就盯上了尤飞 尤飞吓得后退两步 安妮丝心虚 他只是不想生孩子罢了 记得国王赶紧捏住自己的女儿 公学看在眼里 误以为父亲和孩子之间 就该是这种关系 他本来想摸摸女儿脑袋安慰他 却发现女儿似乎很恐惧自己 公学叹气 现在看来是自己做错了 尤飞本想说这是他的问题 但公学摇头 他知道自己的女儿有多聪明 但现在他却意识到 女儿活得并不自由 作为父亲 他更希望尤飞能够开心的生活 如果他有什么想做的 自己一定会帮忙 尤飞终于坦白 做王妃很痛苦 公学问公学 这样做真的好吗 公学觉得两人一起搞魔法科学也不错 而且他看安妮丝非常满意 要是安妮丝和尤飞真的好上了 也不是坏事 公学却说 比安妮丝的才能 开发出魔法科学 将来如果能坐上王位 说不定还能让国家更上一层楼 尤飞发现了魔法烧水壶 安妮丝非常热情的 邀请他去参观工坊 尤飞在硬实 看了一眼女仆伊利亚 伊利亚却让他答应 因为安妮丝一旦下定决心 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尤飞跟着过去 就看到了不少没见过的东西 这不是工业时期的经典作品吗 安妮丝在硬实界 用精灵石作为能源 开发了不少东西 因为魔法需要和精灵 产生共鸣才能使用 他感知不到精灵 便想着用别的东西替代 尤飞很佩服 因为精灵对他来说 和呼吸一样自然 安妮丝让他不要多想 这是一件好事 这个王国是和精灵签订了契约创立的 所以国家的王室和贵族 都因为拥有魔法而巩固权力 一旦安妮丝完全开发出魔法科学 普通人也能够使用魔法 那么贵族的地位可能受到冲击 对于这个国家来说 安妮丝是一剂猛妖 见天色已晚 安妮丝表示 会送尤飞一个魔法道具 然后颤击把人留在这里住下 并上下其手 把小姐姐的衣服 美滋滋地邀请对方和自己一起睡 尤飞很好奇 安妮丝有这样的天赋和理想 为什么会选择帮助自己 安妮丝说他对尤飞有好感 而且他很喜欢尤飞那一份完美的情绪 无论何时 都能冷静地控制自己的感情 和亚尔不同 安妮丝见过尤飞高兴的笑容 并且还一见钟情 他希望尤飞也能自由地活着 对安妮丝来说 魔法就是让别人露出笑容的存在 他抱住尤飞 说一直以来辛苦了 可以好好休息了 尤飞鼻尖发酸 点点头抱了回去 根据计划 尤飞搬离了公学家 前往安妮丝那里居住 只不过他时不时还会做噩梦 但也因为安妮丝的帮助 他免于了其他人的非议 你不以利亚负责照顾两人 安妮丝一大清早 就骑着扫帚飞出去散步了 这个时候 尤飞突然听见了传来的警报声 伊利亚说 这是安妮丝研制出来的警报 一旦有可疑人物闯入 就会发出响声 不过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比如安妮丝偶尔飞回来 也会自动弹出警报 安妮丝拍了拍灰尘 邀请尤飞一起去做实验 毕竟他说了 要送尤飞一个礼物 安妮丝戳出大腿上别致的短剑 告诉尤飞 只需要注入魔力 就可以使用 什么星球大战的光剑啊 尤飞立刻就发现了 这短剑方便携带 威力也不错 扛着他飞的 安妮丝表示 自己会帮他稳住后方 尤飞放心的飞就是了 尤飞本来还挺害怕 可真的飞起来后 他快乐极了 然后就发现 安妮丝早就松手了 一紧张 扫帚突然在空中乱窜 安妮丝看着他一个急傻 摔进草地 他说自己已经检查过扫帚了 还以为不会有事 他赶紧跟尤飞道歉 没想到尤飞 得然笑了起来 但很快 尤飞又冷静了下来 哪怕现在不是王妃候选人 他依然要做好助理的身份 不过安妮丝却觉得 他们与朋友关系玩耍就好了 毕竟情绪如果崩得太紧 也会很糟的 不过让尤飞立刻改变 是不太可能的 伊利亚过来递手帕 并说国王要召见尤飞 安妮丝有些犹豫 只能看着两人离开 伊利亚帮尤飞换了衣服 尤飞好奇 安妮丝以前就是这样吗 伊利亚点头 他说安妮丝看起来天然 但人并不坏 如果尤飞无法适应 他那样的性格 可以直接说出来 尤飞摇头 他并不讨厌他 伊利亚惊讶 这世界竟然还会有人 喜欢安妮丝那样 一根筋的性格 但尤飞也分不清 自己的情绪 他觉得安妮丝是个好人 但对方似乎很遥远 自己无法接近 国王现在对自己的儿子 很是头疼 伊利亚总是想要反抗命令 要是普通人家也就算了 作为王室 他们需要肩负起一定的责任 和他却联合其他人 说尤飞霸凌男爵千金 而国王在问了尤飞的情况后 确认他只是和雷妮说过一句话 作为婚约者 他说这句话完全没问题 只是尤飞觉得有些事情不对 比如替男爵千金深渊的几人 似乎都觉得自己没有任何问题 就仿佛他好像真的做过那些事一样 国王头都大了 这些年轻人完全被蒙蔽了双眼 他让尤飞再等等 他们会查明真相 把他清白 尤飞将禁书库的钥匙还给了国王 毕竟他当初是王妃候补 才能借到书库的书 看着如此懂事的尤飞 国王更加嫌弃眼儿 尤飞说自己即使对王子没什么感情 被拒绝了也并不会感到难过 公爵告诉他 没关系 他已经够努力了 之后他也不需要再做别的事情了 尤飞离开后 国王吐槽公爵 这跌宕的 说话太直了 尤飞回到公爵府 可之前照顾他的人道别 原定在制作的礼服也准备取消了 伊利亚听说尤飞对身材管理非常好 说得自家不争气的安妮斯 他也是非常头疼 他安慰尤飞 解除婚约之后 就没有再束缚他的东西了 但尤飞却误以为自己一无所有了 还没等他阴谋呢 安妮斯扛了一堆装备冲了过来 想让尤飞陪他一起做实验 这是他专门给尤飞做的魔法道具 熬了一个通宵呢 尤飞在体验中试了试 发现剑和自己几乎融为一体 抬手就能放出火焰球 瞬间将大树炸掉 不但可以当做魔杖 甚至还能当做武器使用 作为全系精通的魔法使 尤飞很喜欢这个魔法道具 而安妮斯看见他的笑容 心满意足 尤飞很感谢安妮斯 但他不知道这个武器 自己真的可以用吗 安妮斯说了 这就是专门为尤飞量身定做的 他说这个武器 和彩虹一样绚丽多彩 在他眼中 尤飞也是那样漂亮的人 说着说着 他就困得睡着了 尤飞也很羡慕 安妮斯的自由 傭兵一行人在森林中发现了巨龙 他们心生绝望 就算回去告诉傭兵协会 他们也拦不住这样的怪物啊 安妮斯一觉睡醒 他就发现尤飞眼圈发红 还没等他说话 伊利亚已经冲过来了 说他身上有一股臭味 准备抓人去洗澡 尤飞看见安妮斯 发现自己心跳加速 安妮斯却误以为 他是发烧了 一定是自己在外面睡太久了 把人吹伤了 安妮斯还专门去拿了药 喂尤飞 尤飞惹着苦味喝了下去 安妮斯摸了摸他的脑袋 尤飞脸红 看见安妮斯碎念他的魔剑研究 觉得他像是一只自由的小鸟 自己却哪里都去不了 只能无尽的下坠 一无所有 安妮斯很快就发现 尤飞的情绪不对 尤飞说了自己现在一无所有 安妮斯说他是不开窍 尤飞问他 今后自己能做些什么 安妮斯希望他能做 他自己想做的事 但尤飞却说 自己不知道做些什么 他希望安妮斯命令 他去做些什么 只要是他的命令 他什么都愿意做 安妮斯却摇头 如果他还没有找到目标和希望 那他可以陪他一起找 只要他在 他就会让尤飞获得自由 安妮斯推倒尤飞 用额头提他测试体温 尤飞面杂滚烫 竟有些贪恋他的体温 安妮斯还以为他在发烧 尤飞心虚的摇头 说自己已经没事了 但他却被安妮斯 哄着睡了一下午 看着如此关照自己的安妮斯 尤飞很难不行动 而此时 亚尔却在关禁闭中 一个臣子走了进来 说他有个机会 能够结束禁闭 尤飞在结束练习后 却发现 安妮斯也在私下练剑 伊莉亚告诉他 安妮斯的剑技 都是在实战中培养出来的 尤飞有些疑惑 见伊莉亚要去晒床单 他下意识地跟了过去 毕竟自己无事可做 可他又不知道 要如何提出帮忙 伊莉亚也发现了 尤飞无法去做 自己职责之外的事情 尤飞点头 他从小就为了成为 完美的王妃而努力学习 并以为身边的人 都是这么看待自己的 可是被退婚后 他开始怀疑 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伊莉亚说 安妮斯正是因为这样 才放不下尤飞 尤飞总觉得 伊莉亚和安妮斯的关系 不像普通主仆 但其实 伊莉亚也非常尊重安妮斯 他以前也是一个 将自己束缚起来的人 对父母的话 没有半点怀疑 即使对方想让他 嫁给老男人 但这样的生活 却把安妮斯的出现打破了 现在伊莉亚对父母 只有一句话 活该 伊莉亚告诉尤飞 在安妮斯那里 他是特殊的 所以不用烦恼 多花些时间 去寻找自己想做的事情吧 尤飞点头 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表达 但来到这个地方 是他做的最正确的选择 这个时候 安妮斯冲过来告诉俩人 冒险者公会那边 发来了紧急通知 尤飞不解 为什么安妮斯 会收到冒险者公会的通知 他这才知道 安妮斯竟然是高级冒险者 安妮斯告诉他 有魔兽潮要来了 一般魔兽潮 是因为两方争夺领地 其中一方失败 才靠近人类的村落 但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 他们被恐吓离开了原地 后者远比贤者可怕得多 因为那代表 出现了危险的魔物 而安妮斯收到消息 这一次 那个大魔物正是魔龙 那是相当少见的素材 他一定要搞到手 尤飞试图劝阻 但安妮斯非之不可 尤飞看了一眼伊利亚 明白他阻止不了安妮斯 既然安妮斯要去 那他也要跟过去 这下轮到安妮斯傻眼了 另一边 国王拉着大神他们开会 魔龙的存在 简直就是天灾 面对对方在空中发起的攻击 他们下方的人根本无法反抗 而这些大臣 竟然祈愿魔龙 只针对魔兽 国王拍桌 他们都不想想 魔龙现在只吃魔兽 而他们将其他的魔兽剿灭 失去了食物的魔龙 下一个目标就是人类 历史之间 所有人都陷入沉默 这个时候 亚尔竟然求见 他说自己知道了魔龙的事情 想要参加讨伐魔龙的行动 他说自己有一个愿望 即使吸收生命 也要实现 希望国王能够在他 讨伐魔龙之后答应 国王还以为 他是为了那个男爵千金 但看他的眼神 似乎不太像 亚尔坦白 所有人都说过 如果安妮斯拥有魔力 或者是个男性 他这个王子 将没有任何继承的权利 国王沉默 他记得女儿和儿子 小时候关系很好 可自从安妮斯提出 魔法科学后 两人就分崩离析 但国王知道 安妮斯放弃王位继承权 就为了弟弟 但自始至终 都有人在议论亚尔 是否真的有资格 正当他准备下令的时候 突然有人来报 安妮斯骑着扫帚 带着尤飞去了森林 国王气得大骂笨蛋女儿 此时 冒险者公会 和骑士团的人联合 他们以为 等不到王公的支援了 准备集结所有兵力 和魔龙决意死战 安妮斯载着尤飞 一路冲向森林 在出发之前 尤飞问过安妮斯 他为什么非要 魔龙的魔石呢 安妮斯说 想要成为魔法师 虽然他一直没有 对外提过 但魔石经过临床实验 确认通过生物媒介 可以使用出 魔石里面的力量 可有非担心 这样的力量 会反射安妮斯 安妮斯也知道这一点 不止他们 但为了自己的梦想 他不愿意放弃 此时 先行涌出来的一批魔兽 将傭兵们逼到绝境 师徒俩本来准备 坦然面对死亡 安妮斯骑着扫帚 从天而降 一刀劈开魔熊 其他人顿时松了一口气 他们面对这批魔兽 还能应战 问题在于 自己会去处理魔龙 让尤非留下来 和他们一起对抗魔兽巢 尤非不能接受他一个人去 安妮斯却拍着他的肩膀 说没事 然后掏出一瓶魔药 说这玩意儿可以增强体能 虽然有一点副作用 但不用担心 尤非一听 吃了药之后 可能会失去理智 整个人都慌了起来 可安妮斯已经磕了药物 状态看起来就很不对 他疯疯癫癫地拿出武器 朝森林深处走去 路上的魔兽 都被他全部杀了个干净 不管是哥布林还是狼群 在安妮斯手下都没走过三招 看着越来越多的魔兽包围过来 安妮斯不耐烦地嘖了一声 没想到这个时候 尤非跟了上来 开始涌唱魔法 替安妮斯开路 巨大的爆炸在森林中响起 安妮斯双目发光 这就是他期待的魔法 而魔龙听到动静也飞了过来 看见那样庞大的魔龙 安妮斯更加兴奋 要是自己能拿到这样的魔石 能做多少事情 他立刻召唤了扫帚冲上半空 初次见面 然后去死吧 安妮斯一刀落下 用魔力凝聚的刀刃 筐刀砸在魔龙的鳞片上 这刀刃居然砍不开鳞片 安妮斯躲开他的扫尾和撕咬 可下一秒 魔龙口中凝聚出光炮 安妮斯赶紧用魔法盾挡住 但威力太过强大 他被掀翻下坠 在半空中 因为失去意识 没能抓住扫帚 尤非目击欲裂 疯狂冲向安妮斯下坠的方向 无意识地用魔法替自己加速 终于在落地的前一秒钟 爆出了安妮斯 安妮斯盼着魔龙咬牙 抛出魔药 准备再战 尤非立刻抱紧他 他不想让安妮斯再面临危险 可安妮斯不仅仅是为了魔石 毕竟魔龙很危险 如果他不处理 其他人就会因此牺牲 如果逃走的话 自己就不是为了别人带来孝龙的魔法使了 尤非垂泪 如果安妮斯的愿望是这个 那他也有愿望 他想守护安妮斯 如果你为了信念必须要去 那就带上他一起 他一定会帮助安妮斯 希望安妮斯不要抛下他离开 磕死我了 真正磕死我了 安妮斯答应了 他向尤非伸出手 尤非点头 安妮斯去哪 他就去哪 待着尤非之后 安妮斯有了军师 尤非认为魔龙身上可能有固有魔法盾 破解的办法应该是击伤他的翅膀 只要安妮斯能够绕到后方 应该可以一站 安妮斯拜托尤非给扫帚加速 随后两人和魔龙擦肩而过 魔龙抬头 和他的翅膀 自己也跟着下坠 被尤非飞过去接住了 失去翅膀的魔龙坠落 但身上庞大的魔力仍然令人敬畏 他抬嘴想要吐出巨大的光束 尤非本想带着安妮斯躲开攻击 安妮斯看了一眼身后 那里是个魔兽战斗的佣兵们 一旦他们躲开 这一带将会被瞬间抹平 所以这一招 他们必须要挡下来 如果对方是纯粹的魔力攻击 他这一刀一定能够砍断 最后 安妮斯解除了自己光剑的限制 刀光冲天而起 他机会要抓不住武器 将不可能化为可能 这就是他的信条 尤非也不再躲避 如果这是安妮斯的目标 他会一直守护安妮斯 光束吐出 安妮斯一遭落下 勉强抵挡住了光束 他告诉自己 不要退避 昔日 他也不会魔法 但通过魔法道具实现了 只要信念还在 他还有战斗的能力 他这一刀 不但劈开了光束 也砍中了魔龙 安妮斯走到魔龙身边 没想到 他居然有自我意识 他以为魔龙会恨自己 没想到魔龙发出大笑 说这一战 他打得很愉快 于是将自己所有的知识 和语言 全部传递给了安妮斯 魔龙说 这是有声的诅咒 随后 他陷入了长眠 王公为安妮斯 举办了庆功宴 而尤非因为之前的事情 对男性产生了恐惧 安妮斯干脆 咬紧他一起跳舞 好磕 磕死我了 尤其是尤非还对安妮斯说 希望之后也能陪着他 妈的速度结分 快点速度结分 这天 安妮斯带着尤非和伊利亚 准备去找蒂尔 尤非记得 蒂尔是侯爵千金 对方因为暴力事件 被关在了蒂尔屋 伊利亚告诉他 蒂尔其实是安妮斯的同盟 他也是安妮斯实验社的成员 一路上 尤非都有些紧张 见到蒂尔之后 安妮斯开心的给他介绍尤非 看看我家的天心小助理 而这次 安妮斯来找蒂尔 是带着魔龙的魔石来的 蒂尔问安妮斯 是不是要搞点什么新研究 安妮斯说 自己其实被魔龙诅咒了 蒂尔对诅咒非常的好奇 当即露出兴奋的眼神 吓得尤非赶紧挡在安妮斯身前 蒂尔最喜欢研究魔法和药物 无法治疗的症状 因为他的体质 是一使用魔法就会暴走 原来是个狂战士 蒂尔说自己无法使用魔法 便失去了兴趣 于是转而开始研究魔药学 尤非以为 他是自己遭受过痛苦 所以想要拯救他人 刚想夸他胸怀大志 但蒂尔纯粹是喜欢研究诅咒 而安妮斯就是那个 用不了魔法 却非要用魔法的人 而安妮斯通过魔龙的知识 给自己找了一套 能够使用魔法的办法 让蒂尔帮助自己完成实验 尤非有些担心他的安全 但他也知道 自己说不动安妮斯 只能期盼他注意一些 而就在安妮斯开始研究的时候 国王下命令 要见安妮斯一面 莉莉亚推测 安妮斯和蒂尔的研究的消息 可能传出去了 安妮斯很担心国王会生气 结果到了书房一看 他母后也在 得知安妮斯搞出来的事情 王后早早的赶了过来 准备和安妮斯清算一下 但不过这次 他们想问的是亚尔的事情 经过他们对雷尼的审问 发现尤非其实根本没做什么坏事 可奇怪的是 所有审问过雷尼的人 无一例外都对他表示非常的同情 国王他们觉得不对 打算亲自提示 希望安妮斯也能够在现场看看 希望通过他的直觉看看问题 之后 叶尔一边给他纹身 一边聊起这件事 丽尔觉得可能就是那些男生 怒发冲官为红颜 安妮斯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 因为学院其他的前妻小姐 也很同情雷尼 但法和雷尼交谈过的人 都觉得他被欺负了 只要聊过天就有好感 丽尔觉得这个说法有点耳熟 丽尔说这和诅咒有所不同 更像是另一种情况 伊利亚问安妮斯究竟是啥问题 安妮斯说 他去问过之前斥责尤非的人 但这些人完全想不起来 他们干了什么 安妮斯决定 明天带着尤非一起去参加审问 在审问前 他还特意为完成的实验做了准备 安妮斯觉得这件事 可能和他弟弟真的有关 不过尤非并没有跟着过去 他感觉到现场可能会破坏审问 于是众人召见了雷尼 男爵立刻道歉 国王问雷尼 他和亚尔真的有恋情吗 雷尼摇头 他知道自己的身份 根本没有想过这种事 说没有好感是不可能的 但他不会做出 有损皇室威严的事情 他话音刚落 国王他们竟然都觉得雷尼没有问题 但安妮斯却觉得好难受 突然打了个喷嚏 他告诉国王 接下来要商量的事情 可能涉及到雷尼的尊严 希望他先将其他人遣散 男爵和旁边的伯爵 立刻出面阻止 伯爵甚至污蔑安妮斯 想要动私刑 但安妮斯搂出了威胁的眼神 对方只能退败 安妮斯单独和雷尼见面 仔细地检查了他身体的情况 雷尼计算叙叙 感觉自己被耍了流氓 而安妮斯看见他含羞待怯的样子 不适感再次涌起 他问雷尼 他知道自己在无意识的释放魔法吗 雷尼说自己真的没有释放过魔法 他什么都不知道 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安妮斯告诉他 他可能不是纯学人类 他说雷尼的心脏中有一块魔石 那个魔石会对人类产生影响 拥有着魅惑的力量 雷尼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种效果 他说自己从小就被人喜爱 但也因为这个原因 被人戏弄和背叛嘲笑 所以他一直很害怕 尽量让自己避开这种情况 如果不是因为安妮斯身上有魔石 他可能也会被蛊惑 国王知道真相后有些不安 这份力量太危险了 可能会影响到国家 安妮斯说没事 他早有准备 自己可以保护雷尼 王后福娥 你这家伙就这点不好 他要是真把雷尼带回自己那里 才会出大问题 别忘了 他现在可是和尤妃住在一起的 最终 安妮斯还是收留了雷尼 毕竟放在外面也会出事 他担心尤妃会因为之前的事情厌恶雷尼 雷尼也非常的不安 但尤妃在了解真相后 并没有怪罪于他 毕竟 雷尼这份力量与生俱来 他自己也无法选择和控制 雷尼既不成生 幽非实在是太温柔了 安妮斯带着雷尼他们去见了蒂尔 蒂尔早就知道了真相 在看见雷尼的时候 眼下意识生出愧疚感 足以见得雷尼身上魔法的影响力 他自己并不知情 但蒂尔却认为 正常人类不会拥有魔石 正好 安妮斯带了一本禁书 上面记载了一位魔法师为求真理 戳取他人生命 弥补自己不足的事情 对方同样并用了魔石 但和安妮斯制作成药物使用不同 他是直接抽取了魔石 进入体内 将自己变成魔物 而这种东西在小时候的故事里也出现过 这就是传说中的吸血鬼的来源 故事中记载 被吸血鬼咬了的人也会变成吸血鬼 但从书上看来 吸血鬼只是给人类进行了洗脑 将他们变成了同伙 于是这家伙洗脑了很多人 准备让对方继承自己的意识 而这样的情况和雷尼很相似 他们怀疑雷尼可能是吸血鬼的后代 而魔石应该是祖上传下来的 只要雷尼能够控制魔石 他可能就没事了 在蒂尔的帮助下 雷尼成功控制了魔石 但因为出发本源 他的吸血鬼外貌也赶露了出来 蒂尔说 这种情况才是正常的 要是像之前那样一直失控 只会影响更多人 尤飞看见两人探讨雷尼的情况 他觉得他们十分的厉害 安妮斯和蒂尔都察觉到了尤飞的视线 蒂尔突然露出笑容 说要将禁书还回去 让安妮斯把尤飞借给他 一解还书 蒂尔单独找尤飞聊了一会儿 他说他刚才看自己的眼神 有些嫉妒 尤飞一愣 他这才明白自己产生了嫉妒的情绪 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蒂尔问他 是真的只打算做安妮斯的助手吗 毕竟一开始让他做助手 只是为了挽回他的名誉 在讨伐恶龙解开雷尼的事情后 尤飞彻底洗刷冤屈 也就没有做助手的理由了 蒂尔原来是助攻 他告诉尤飞 自己对安妮斯并没有想法 提醒他 如果亚尔成为国王 要赶走安妮斯 尤飞能做到跟着他去边境吗 可尤飞代表着公学家 他无法立刻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圈他最好想清楚 不然留下来会很痛苦 当晚安妮斯察觉到尤飞情绪不对 于是他单独去房间找尤飞聊天 尤飞也不喜欢这种不上不下的关系 他想确认自己究竟要做什么 安妮斯便趁着这个机会 留在尤飞这里一起睡 另一边 雷妮因为触发了魔石 产生了吸血的冲动 他只好拜托女仆伊丽亚 让自己摇两口 伊丽亚也答应了下来 这让雷妮非常的愧疚 但因为魔力不足 只能这样表现 这个时候 伊丽亚突然做完一封信 说是魔法部那边 想让安妮斯去做演讲 对面明显是白红门艳 传统魔法师出生的他们 非常看不起安妮斯的魔法科技 每次安妮斯拿到新的素材搞研究 对方就用尽一切办法 从他手里抢东西 安妮斯拒绝演讲 对方指不定又得造谣 可他又不想 自己的素材被人抢走 他准备搞一些新的研究出来 震慑一下他们 伊丽亚却知道 那群人叫安妮斯 始作异端 根本就不可能认同 没想到尤飞 却愿意接受这件事 于是演讲举办的那天 大家都带有神智的目光来 安妮斯掏出 自己研制的魔法扫帚 然而这群大叔只知道找他 完全看不到 魔法道具带来的好处 这个时候 身为魔法天才的尤飞 出来站台 众人只好听他解说 比如 飞行魔法很难学习 但如果拥有安妮斯的飞行扫帚 就能一边飞行 一边战斗 其他人一下就听得进去了 既然扫帚无法被人接受 尤飞表示 安妮斯已经着手 要开发新的飞行器 一旦能够投入量产 王国交通网 才会飞速发展 到时候 经济也会跟着持续上涨 果然 谈什么都不如谈钱来的快 众人一下就心动了 不觉一下就慌了 他们竟然无法反驳 唯一能找到反驳的借口 就是不尊重精灵 然而 尤飞直接在他们掐死在摇篮里 他认为 魔法科学也是一种探寻魔法的途径 既然是在魔法方面的学习 怎么会不尊重精灵呢 精灵也是生物 也会累 一旦魔法科学开发出来 越来越多人能够使用魔法道具 精灵受到的尊重会更多 所以安妮斯才是那个天选之人 在尤飞的演讲下 所有人都找不到反驳的借口了 安妮斯感动坏了 时间回到晚宴的前一天 亚尔和雷尼坐在一辆车上 他实在不理解 亚尔为什么要让自己陪他出席 亚尔问雷尼 在父亲授军之前的生活 是否和平民一样 雷尼点头 当时他住在孤儿院 周围的人总是莫名其妙地 欺负他和接近他 亚尔觉得 现在的王国平民和贵族之间的差距太大 他觉得这个王国不对 想要改变这样的国家 亚尔的祖父也这样做过 只是温和的手段并不能改变太多 他希望雷尼能够帮助他 而当时雷尼也答应了下来 亚尼亚发现雷尼拥心忡忡 问他怎么了 雷尼说自己的真实身份是吸血鬼 认为以前别人对他好 是被自己捕获了 但现在 阿尼斯他们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还是对他很好 亚尼亚告诉他 不必为此苦恼 把握当下就行了 他刚喝了一口茶 屋内突然想起警报 亚尼亚捂住了雷尼的嘴 有人入侵 他准备带着雷尼去王公避难 阿尼斯听到警报 应该会立刻赶回来 偏偏这个时候 又有人放出了迷雾 伊利亚立刻抱着雷尼 窗出窗户 然而袭击者竟然是亚尔 他击伤了伊利亚 一把抓过雷尼 竟然刺穿了他的心脏 而此时 尤飞和阿尼斯他们刚结束演讲 伯爵那家伙还在宣讲精灵的事情 阿尼斯只想着赶紧回家 这个时候 亚尔的跟班 也是伯爵的儿子黄毛跑过来搭话 这次的演讲就是他提出来的 只可惜 阿尼斯压根不懂什么交际 他现在就想回去 而黄毛却在不断搭话 试图拖延时间 这个时候 警报声突然响起 阿尼斯准备回去 黄毛就一把抓住他的手 竟然让士兵将现场封锁起来 并大声说 阿尼斯发疯 是一个没有素质 不配继承王位的人 阿尼斯反手将这家伙摔倒在地 不是啊 黄毛你活腻了啊 在王宫内直接行刺 污蔑公主啊 尤飞立刻挡在了阿尼斯面前 其他人将阿尼斯团团围住 没想到蒂尔突然出手 他用魔法在锁九人拉住 让阿尼斯和尤飞 先前往他的王宫 破防的伯爵立刻攻击蒂尔 此时 尤飞已经使用飞行魔法 带着阿尼斯直奔王宫 两人刚到现场 就看见倒地的伊利亚和雷尼 动手的那个人 就是他弟亚尔 他手上还拿着雷尼的魔石 并且将石头 插进了自己的心脏 阿尼斯也没有想到 亚尔竟然会这么做 他先检查了伊利亚和雷尼的情况 两人都受了重伤 雷尼更是密宣一线 尤飞立刻上来 给两人释放治愈魔法 阿尼斯质问亚尔 究竟在干什么 魔法部提出这个演讲会 估计就是亚尔社局 亚尔确实对雷尼有好感 但他是王室的成员 并不会因为感情扰乱判断 所以他利用了雷尼 他认为阿尼斯和自己一样 不是追踪了怪物的力量 而他要这么做 是为了完全统治这个国家 阿尼斯说 他不这么做 也会是下一代的国王 亚尔冷笑 说根本没有多少人 将他当作正统继承人 认为那是阿尼斯丢掉的位置 所有人都觉得阿尼斯有天赋 一定会成为女王 他们嘲笑 却又畏惧阿尼斯 而阿尼斯却觉得 追寻力量统治的王国并不正常 亚尔分明可以通过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掌控国家 但亚尔却认为 贵族根本不讲道理 他们从来都不将平民视作人类 在这个国家 魔法就是一切 阿尼斯说 正是因为如此 他才应该作为国王 改变这个错误的观点 亚尔告诉他 他们的祖父为了褒奖平民 准备赐予他贵族的位置 就遭到了其他贵族的叛乱 即使被父亲和公爵联手镇压 那些事例仍然没有停止 亚尔也想改变 但他并不是阿尼斯尿的天才 所以他想追求更强的力量 改变这个国家 他认为阿尼斯没有资格指控自己 因为他已经抛弃了 身为王族的身份和继承权 亚尔想改变的心是好的 但他却选错了方法 对于亚尔来说 魔法是一种诅咒 但安尼斯还是不能认同 他暴力统治的想法 他决定狠狠地教训教训 这个走错路的弟弟 而亚尔显然忘记了 血脉压制这件事 公开对着安尼斯宣战 小时候 贼弟俩的关系都挺好 从那个时候 安尼斯就开始搞魔法科学研究 对于亚尔来说 安尼斯就是他最好的姐姐 原来是个扭曲的解控啊 两人大打出手 安尼斯斩断了弟弟的手臂 他下意识地担心 不过亚尔拥有了吸血鬼的体质 身体瞬间就恢复了过来 亚尔也知道 安尼斯的武器不耐物理攻击 然而 安尼斯还拥有魔龙给他留下的力量 亚尔叹气 即使安尼斯拥有那样的天赋 其他人也只会畏惧他 指责他是异端 但安尼斯知道自己是异端 也从没想过改变 亚尔问他究竟想要成为什么人 安尼斯说自己就是自己 一心想要开发魔法科学 哪怕他相信的事物并没有回应他 安尼斯仍然愿意追求自己的梦想 亚尔觉得他眼里根本就没有自己 他几乎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战斗 雷尼告诉尤飞 只要有含有魔法的血液 他就能够恢复胸口的伤势 于是 伊利亚咬开舌尖 将血液喂给雷尼 雷尼恢复了胸口的伤势 但疼痛并没有停止 原来亚尔战斗的时候 伤痛都转移到了雷尼身上 而此时 安尼斯和亚尔打得不可开交 他的两把剑都已经报废了 也察觉到弟弟 是想让他带着杀意战斗 可正当安尼斯拟太龙爪切开防御时 雷尔却露出了解脱的笑容 眼看这一招就要落下 尤飞突然冲过去 扑倒了安尼斯 他觉得这种战斗 根本就不应该存在 明明两个人都舍不得杀死对方 安尼斯走到雷尔身边 雷尔说起过去的事情 当初两人一起偷跑出王宫 路上他们遇到了一只魔兽 安尼斯让雷尔先逃走 之后解决了问题 才找到他 当时雷尔心惊胆战的躲起来 看见安尼斯回来才放下心 对他来说 姐姐就是自己的目标 直到安尼斯远离了他 安尼斯承认了 因为魔兽的事情 王宫流传 安尼斯是嫉妒弟弟 想害死他才带人出去 所以安尼斯放弃了王位继承权 并远离了雷尔 他想证明自己对皇位并不感兴趣 所以不会害雷尔 可那天以后 他们就再也没有和好过 雷尔说 他其实希望姐姐能够成为女王 但是那些人坚决不认同他 他们一味的否定安尼斯 非要继承过去的糟粕 并称其为传统 所以雷尔想摧毁那些事情 他觉得自己和安尼斯不同 他没有天赋 比起自己 安尼斯更适合王位 并认为 如果自己没有出生就好了 正是因为自己的存在 才伤害到了安尼斯 做不到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真的很痛苦 雷尔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也不知道是不是释怀了 之后 他因为袭击安尼斯而被逮捕 国王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 但雅尔并不后悔 国王也只能表示自己要废太子 他不为自己的罪行辩解 希望国王能正常处理 最终国王宣布在他流放的边境 而作为父母 他们很后悔 没能及时发现雅尔的想法 不过雅尔已经想开了 他将参与者告诉给公爵 在出门前 也和安尼斯完成了握手言和 安尼斯也很懊悔 没能够发现和保护好这个弟弟 从雅尔的事情爆发后 尤飞被退婚的真相 也大白于天下 最开始退化这件事的人 是伯爵父子 他们发现了雅尼的真实身份 以及吸血鬼相关的资料 准备利用雅尼和雅尔 获得更多的权利 而这两人也因为谋反 遭到了灭族 酒族 隐牛逼 雅尼的伤势恢复得很快 但伊利亚还卧床不起 安尼斯也因为打击 连躺了好几天 之后雅尔就要被流放到边境了 尤飞和雅尼都专门去见了他一面 雅尼知道 他这是为了利用自己才靠近 但他并不觉得 雅尔的温柔是伪装出来的 不过对于他弄伤自己 还是有些生气 雅尔也对尤飞道歉 虽然他觉得尤飞可能不会原谅自己 不过尤飞作为公学千金 并不会和他置气 但作为一个被污蔑过的人 他还是抬手给了雅尔一巴掌 两人都知道这是对过去的事情释怀 雅尔在离开前 拜托尤飞转告伊利亚自己的歉意 然后又将安尼斯托付给尤飞照顾 尤飞去见了安尼斯 发现他还是对自己的弟弟有些愧疚 他心疼的亲了亲安尼斯 希望他能做个好梦 因为亚尔离开 安尼斯被迫恢复了王位继承权 也就是说 他将会成为下一代的女王 而为此 他需要找一位配偶延续血脉 雷尼下意识看了一眼尤飞 不过在这之前 安尼斯得先得到别的贵族的认可 尤飞表示 自己可以成为贵族之间的桥梁 安尼斯却让他们不要多管这件事 雷尼还以为尤飞 一定会反驳安尼斯找配偶的事情 尤飞叹气 他并不能控制安尼斯去做什么 现在他也希望能够作为安尼斯的臣子 辅佐他 安尼斯其实也不想继承王位找对象 但他现在是国家唯一的公主 蒂尔吐槽 逐渐找个有权盛的贵族孩子 当养子就行了 尤飞以为 蒂尔是不满安尼斯继承王位 但尤飞说 真正不满的人应该是尤飞 可尤飞显然没有发现自己的情绪 还没等蒂尔揭穿 安尼斯竟然回来了 蒂尔发现 安尼斯面上带着假笑 他追选的安尼斯不该是这种表情 所以想让安尼斯从这中间解脱出来 可安尼斯硬撑着 蒂尔也没法让他卸下伪装 只是非常生气的离开了 尤飞有些嫉妒 他不明白两人为什么突然交锋 但他们似乎都想知道对方想说的意思 这个时候 安尼斯避开话题 说自己要去拿维修好的魔剑 尤飞说 今天太晚 明天他会陪安尼斯一起去 安尼斯笑眯眯的问他 这算不算私人约会 面对安尼斯的撒娇 尤飞根本看不住 第二天老老实实的跟着安尼斯出门 这个铁匠是知道安尼斯的身份的 并且看到尤飞 还说他是被安尼斯抢走的人 铁匠笑了笑 拿出了修好的魔剑 尤飞试着用出体电的魔力 铁匠感慨 不愧是被安尼斯看好的人 这个时候有人来敲门 住在这附近的人都知道安尼斯 可是他来了 立刻围过来 邀请他去玩 铁匠让他干脆过去 剩下的维修 自己和尤飞会处理 安尼斯离开后 铁匠问尤飞 下一任国王会是安尼斯吗 其实镇上很多人都很信赖安尼斯 但铁匠却看起来并不高兴 尤飞想问为什么 铁匠正准备回答 安尼斯却抱着野菜回来了 这让尤飞经历了困惑 于是他问了伊利亚 在尤飞看来 安尼斯应该能够成为一个民军 伊利亚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这并非是能惹多老的事情 而是国王这个位置 并不适合安尼斯 如果他成为国王 再想上街就很困难了 因为这是国王的责任 伊利亚带着他去了工作室 他告诉尤飞 安尼斯是一个相当认真的人 一旦要做某件事 就会考虑做到完美 为了获得大家的认可 他恐怕要放弃自己 研究魔法科学了 毕竟作为国王 是不可以接触这些的 就像尤飞一样 作为贵族监 需要履行责任 而安尼斯如果按照身份成为国王 恐怕再也难以露出笑容 不是啊 这个王位怎么被所有人嫌弃啊 尤飞不敢想象 安尼斯会变成那样 于是他找到蒂儿 想问问该怎么做 尤飞说 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帮助安尼斯 蒂儿却让他先明白自己的想法 作为公爵千金 他的责任是辅佐王室 但他自己并不希望安尼斯成为国王 因为那样的安尼斯 看起来并不开心 立场和感情的冲突 让他很痛苦 蒂儿却让他抛开这两者 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于是尤飞找到父亲 他问父亲 安尼斯必须要成为国王吗 他知道那是安尼斯作为公主的责任 但于私心来说 他不想让安尼斯失去笑容 即使明白自己的立场 还真的不希望安尼斯成为国王 公爵问他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 说出这番话 尤飞说自己仰慕安尼斯 即使舍弃家人和地位 他也要追随安尼斯 公爵说自己作为大臣 无法认可尤飞 但他又说起了现任国王小时候的事 他们俩以前是朋友 别看国王现在威严 以前可是一个一心之想种植的人 但为了评判 辅佐国王的人 但其实当时他们还有一个选择 还没等尤飞问出来 身边的精灵突然暴动 尤飞发现楼下出现了一个长发女人 公爵给尤飞介绍 这个女人是精灵契约者小米 小米这一次就是来找尤飞的 他问尤飞 精灵契约对于这个国家具有怎样的意义 初代国王 就是因为和精灵契约获得了力量 构建了王国成为王族 而拥有和精灵契约力量的人 就拥有力量 正是超越正统王位继承者 成为新的国王 也就是说 只要尤飞能够和精灵契约 他就能够继承王位 不让安尼斯难过 但公爵却阻止了他 因为他当初就放弃了 小米说 精灵契约并不是他想的那么美好 那是一个相当残酷的事 而小米来也是为了阻止他的 他给他说了一个过去的故事 安尼斯作为大公主 目前恢复王位继承权 在其他人眼中 是要按照女王的身份形式 然而 之前的精灵派系的大臣 总是阴阳怪气 对方上来就反驳 安尼斯的魔法科学 并认为使用魔法的权利 是贵族的 如果平民使用 就是来贬低贵族 这群人甚至想将安尼斯 当作生理机器 希望他尽早生下 能够继承魔法的后代 甚至想不屑年龄的 挑选他的配偶 那些眼神 让安尼斯恶心的够呛 但偏偏因为身份的原因 没法反抗 当他冷静下来 国王却突然叫他去开会 安尼斯走到现场 发现小米也在 他这才意识到 小米竟然是精灵契约者 而小米告诉众人 目前 尤飞是世界上唯一 能成为精灵契约者的人 国王大惊 问尤飞是否知道 成为精灵契约者的下场 一旦这样 他将会不容于世 别看小米很年轻 但他从国王 见到他那时起 就是这样 安尼斯诧异 所以成为精灵契约者 可以永生 还有这种好事 而小米却告诉他 并没有那么简单 精灵契约者 将会在漫长的生命中磨损 最后也会变成精灵 而小米的真实身份 其实就是安尼斯 他们的祖先 小米曾经也有一位伴侣 两人十分相爱 但因为寿命的差距 对方早早离世 而他自己的感情和记忆 也开始消退 所有属于人类的情绪 逐渐消失 他忘记了自己 和爱人的记忆 哪怕在笔记上留下回忆 那些感情也完全想不起来 最终 他可能连人都不算了 尤飞即使知道了真相 也答应契约 因为他不想安尼斯 去做那个国王 而自己 只要成为精灵契约者 就能和开国皇帝 又有相同的权柄 这样一来 他就可以拿下那群贵族 不让安尼斯为难 到时候 安尼斯可以继续追寻自己的梦想 不是 你们真的没有一个人 看得起这个王位吗 要不把亚尔抓回来吧 痛苦着当个王也行哈 尤飞希望安尼斯 能够继续开发魔法科学 追寻喜欢的事物 但安尼斯接受不了 他不想让尤飞一个人 变成孤独的怪物 而且他作为公主 如果连继承都让别人来 那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急急歪歪个啥呀 把亚尔抓回来呀 安尼斯跑走后 帝尔在路边捡到了他 帝尔得知事情真相 问他 这个国王是必须要当吗 安尼斯一开始是不在意王位的 可是亚尔为此 付出了那样的代价 他作为国家唯一的公主 只能继承王位 可现在突然又有人告诉他 他可以不用当国王了 安尼斯不想放弃 但他也知道 国家的贵族不可能认可他 毕竟他并没有魔法 帝尔挠头 凭什么要获得那群人的认可 那些老东西 即腐朽与糟粕一体 安尼斯本身就不需要获得他们的认可 实在不想做了 直接将王位和一切舍弃掉 大不了跟着他帝尔 一起去环游世界 安尼斯很心动 可他的出身并不允许他这么做 这个时候 尤飞追了过来 帝尔放他进门 安尼斯希望尤飞不要再管自己 尤飞还是第一次 看见他对自己生气 认为他很在意自己 安尼斯大哭一吵 认为自己会魔法就好了 这样就不用考虑什么继承人 也不用失去其他的东西 但即使那样 他也是国家的公主 所以只能按照计划去继承王位 尤飞说 他总是将他人放在第一位 不顾自己的牺牲 尤飞认为 这并不是安尼斯的错 而是国家非要将魔法当作继承权 可能是他父母留下的规则 他能做的 竟然只是破坏规则 但是在尤飞看来 他做的事情就是最好的 他创造的魔法科技 才是能让人获得幸福的魔法 安尼斯释怀了 能获得尤飞这样的认可 他已经满足了 他也不希望尤飞为了自己 变成永生不死的怪物 如果尤飞执意不改的话 他们就一决胜负吧 让他们接受尤飞的想法 两人 一个不希望对方成为王 一个不想让对方为自己牺牲一切 于是 他们在王宫的中平提出了对决 说真的 有这个时间 不如把亚尔抓回来当工具人呢 安尼斯认为 尤飞的冤居已经洗刷干净 接下来 他可以自由地活着 而不是代替自己成为国王 但尤飞从来没想过代替他 他认为 安尼斯的一切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但安尼斯觉得 只要自己死心 不去搞魔法科学 一切就皆大欢喜 迎刃而解 但尤飞不允许 安尼斯的梦想被毁灭了 因为他是这个世界上 最希望安尼斯能获得幸福的人 安尼斯立刻召唤出魔龙的力量 但尤飞却将所有的精灵 融为一体 打起攻击 这是他的决心 他希望安尼斯能够幸福 小米扛叹一生 这天赋真是令人害怕 那样庞大的魔力 果然压制住了安尼斯 安尼斯知道 自己根本打不赢尤飞 他觉得尤飞太狡猾了 但尤飞却说 这是为了他 才变得如此强大 好了 请你们不要再给我喂狗粮了 安尼斯也坦白 自己其实根本支撑不下去了 两人一起下去 见到了国王和王后 安尼斯道歉 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继承人 原本他无法使用魔法 就让王后一直遭受非议 他本想着履行自己继承人的责任 但现在这一点他也做不到 所以他很愧疚 但王后却一把抱住他 不论如何 他都是他们骄傲的女儿 即使不继承王位 他也是这个国家的公主 当晚安尼斯又潜入了尤飞的房间 他还是非常愧疚 让尤飞帮忙 他说自己执着于公主的身份 和父母的女儿这件事是原因 他原本打算将这个秘密带进坟墓 但他认识了尤飞 所以他想告诉他 安尼斯拥有前世的记忆 那你并没有魔法 所以在这个世界 他非常执着于魔法的存在 他时常怀疑自己 真的是安尼斯公主吗 毕竟他本身是异世界的人 说不定因为自己的存在 让原本的公主消失了 自己是不是夺走了国王和王后的女儿 尤飞一把抱住他 说他绝对不是冒牌货 因为当初救他离开的 是安尼斯 是他在他从谷底拽起 安尼斯对他而言 就是世界第一的魔法使 两人对视 尤飞没忍住 低头亲了安尼斯一口 好 美女贴贴 安尼斯面昏而至 说这种事 只有喜欢的人才能做 尤飞微笑 他就是喜欢安尼斯呀 安尼斯觉得 那肯定是友情或者忠诚 你小子 怎么还自欺欺人呢 尤飞告诉他 只要他想 什么感情自己都可以给 他反手 向安尼斯推倒 又亲了上去 第二天 国王正式宣布 说尤飞为养女 尤飞正式成为下一任女王 而安尼斯将作为尤飞的王姐辅佐 好家伙 直接从主仆变成了骨科呀 两人想打造一个 不再以魔法为一切的国度 将那群自以为是的贵族压制住 创造一个所有人 都能使用魔法的世界 安尼斯希望将自由传递给所有人 但贵族和平民之间 有不可逾越的差距 然而关于这一点 尤飞已经有想法了 在安尼斯的帮助下 他们开始研制飞行器 而尤飞作为新任女王 她的魔法天赋 能让所有人闭嘴 国王和皇后退位后 开始了快乐的重地生活 不久后 魔法飞行器也打造了出来 尤飞又给安尼斯打造了新的魔剑 并命名为天空 什么五星天空之傲呀 最终 他们创造出来的飞行器 展示给了所有人 就算自己用不出魔法 也可以飞上天 两人甚至还创造了 能够飞起来的法医 他们想通过这一点 展示所有人都是自由的想法 安尼斯表示 自己一定会想办法 破解尤飞的永生诅咒 实在不行 他也找着能不能永生的办法 绝对不会让尤飞一个人落单 两人在空中自由飞翔的样子 吸引了所有人 而两人作为新世代的开幕者 将在未来创造一个盛世 最后安尼斯还是三人住在一起 而这样简单的生活 正是他想要的 只是每天出门 得给个早安稳 安尼斯不好意思经小肚 但尤飞可不会简单的放过他老婆 美女姐姐贴贴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小白爆干队三好集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